很Q 好吃 如果拿起來Q的話 可能會彈真的太餓了 滿足表情來自於滿嘴的Q感嚼勁 提起新竹貢丸 一定都知道 韓瑞的招牌最響亮 就算比別人貴兩成 零售商還是願意花大錢 跟韓瑞訂貨 它的價值是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一分錢絕對一分貨 韓瑞貢丸一天賣掉3000斤 換算下來7萬顆貢丸 總共3500包 好吃的秘訣就從打漿開始 選用上等的黑毛豬後腿肉 純手工一下又一下的 將肉打緊 由上往下 這樣把它擠出一顆 成形要有技巧 小指一掐 拇指一捏 大小有講究 從豬肉打漿開始 成形 煮熟 裝袋到配送 時間控制兩個小時 要確保消費者吃到最新鮮的食材 我們購買好吃的原因就是在於說我們的原料非常的新鮮 對 它必須要使用那個剛屠宰下來的問題豬肉 因為它那時候的肉質是它的保水性跟解鎖性是最好的 黃世凱的爺爺黃海瑞是客家人 六十多年前推著小攤子在菜市場一賣賣出名 如今因為大量生產改為工廠製作 但客家精神沒改變 基本上我們延期它的那個算式機器製作 不過說在它的技術上面還有它的配方啊 我們都是傳承補法都是沒有變的 傳承阿公留下的方法加入創新思想 如今的海瑞貢丸琳瑯滿目總共14種口味 有草莓 有墨魚 還有客家福菜貢丸 客家就是福菜的東西 這個是屬於他們的傳統的一個 算 也不算小吃啦 它基本上它是一個就是平時都使用的一個食材 那我們如果說我們把它架在貢丸裡面的話 那會不會有什麼新的口感 結果那時候一試 吃起來它不但有貢丸的香Q 而且吃起來有那個梅干口的味道 第三代玩創意 但不變的是當年海瑞阿公不怕苦 講求完美的客家精髓 從打漿到成形 從煮熟到裝袋 一顆顆海瑞貢丸是皇家人的堅持 而咬下一口則是我滿滿的感動時刻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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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